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一 來到星期一 我們繼續跟大家揭露時事 我昨天也告訴大家 因為我今天沒有空 因為今天有事情要做 所以今天的節目 有所調動 出節目的時間比平常晚了 晚了一點 還有今天真的要 休息了 所以今天就少了一節 今天就沒有Patreon節目了 我們明天才繼續 但是也有一點不幸的消息 就是 接下來幾天也可能沒有空 就是因為 要解決的事情還沒有解決 所以 星期三 和星期四都有可能的節目有所調動 請大家注意 我們的時間是真的不夠用 是真的 當 當 你真的 工作的範圍 是每天 都是緊構 一定要做的時候 其實我 之前也想像不到 以前我也覺得 可能在做大狀的時候的工作也很困難 但是還算是有星期六日放假 但是後來我們做廣播之後 由於我和Tony 每天都繼續做 我們差不多四年都沒有停過 其實每天做中間真的沒有一天假期 原來的壓力也挺大 不過 不是要投訴 正正 有發現有另一股動力在裏面 就是覺得 是一種責任 用責任心 去填補那個繁忙 就會使得自己有動力 當天無論如何也會做了 除非真的 那些日子會不行呢 就是可能坐長途機了 那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中間 可能很長時間 除此之外 基本上我們也一定 把時間做到最少的幾節節目 這節繼續是 YouTube的開放節目 我們這節繼續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 最盛產的 一件事 就叫做騙子 其實真的是有原因 繼續呼應 我們上幾節所說的話 上一節 跟大家揭露 中國大陸的玻璃心 說穿了 所謂的玻璃心法律 其實也是中國共產黨 是借地 收緊人民的行為 的一個借口 但是有很多人就是 樂此不疲 樂此不疲就是做積極份子 覺得自己有金執 香港如是 內地如是 還有 還有這一班就是小粉紅 和五毛 他們也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 在這裏 又是樂此不疲 是煽動 是中國大陸官媒最喜歡煽動的事情 所以炒作到今天 還要繼續炒作 中港矛盾 所以很多時候是他們自己招來 最低限度 應該說 是一場 共業 而這個共業 不是只是他們找數 周圍附近的地方 通通 承擔這個代價 這節要說的是廣州市人民醫院 廣州市人民醫院 又加入這個騙徒的行列 事源就是日本福島 在上個月8月24日 就開始正式 將核廢水排入海 結果廣州這間醫院 又在搞 抗輻射發大財 中國大陸各樣東西 總之官媒 率先定調 然後 全國國家 積極配合 更加製造了大量相關行業 和中國大陸 防武漢肺炎 大搞防疫經濟 瘋狂做核酸 我們當時曾經有一段時間 真的覺得 如果中國大陸 不解封 中國大陸就一定會崩潰 到後來 中國大陸說解封的時候 曾經一度擔心 中國大陸 會忽然之間 徹底恢復 但是 沒有恢復的是甚麼呢 沒有恢復的是中國大陸的共產黨的權力制衡 當時習近平借過防疫搞政治鬥爭 後來把政敵全部鬥低 但是習近平絲毫沒有 要放鬆的跡象 他更加覺得 中國內地人就是要管 尤其是在 封城防疫 爆發了 白紙革命 所以即使是解封之後 中國大陸 用盡各種的手段 各種的手法其實是繼續 在煽動 煽動了一大輪 對外製造了敵人 但是 矛頭又是堆住 自己的國民 其實也是通過更加多的法律 去限制 自己的國民的行動 就好像 上一節所說 法律根本 對外 沒有任何的殺傷力 只有 對國內的民眾行為 構成 阻礙 這個就是大陸模式 其實 中國共產黨本身就是最大的騙子 在核下 這些機構 全部 都是一樣 他們只是無時無刻 想盡各種辦法 就是要向民間收割 這次 就是大搞核羽輻射健康門診 而這個 相關的檢查費用需要自費 人民幣是1000元 給內地 網民狂轟 說廣州醫院 真的很有商業頭腦 你 其實當然是叫做 爺瑜 自從 日本 正確來說 自從中國大陸官媒 瘋狂進擊日本 中國大陸的確有很多民眾 相當之恐慌 結果 民眾恐慌 中國大陸的機構發大財機會又來了 廣州市第12人民醫院 立即發出通告 他說為了 正確的科普 輻射的相關醫療衛生知識 方便市民 對輻射疾病的諮詢和就診 於是 醫院首次開設核羽輻射健康門診 相關的篩選檢查費用 目前是自費進行 而這個費用 成為1000元人民幣 大家都知道 其實你真的去測輻射 自己買一部測量機回來 一測就大件事了 發現自己家 原來的輻射水平比起東京還要更加高 比起福島還要更加高 所以 中國大陸 在狂炒作這個輻射 其實已經在兩個星期之內變成了一件爆煲的事情 而這個 日本的駐美大使 也是大膽向這個 習近平挑機 問習近平是否敢在自己的核電廠 附近那裏 就是喝這個 核廢水 如果中國大陸的官員 不敢這樣做的話 他們又憑甚麼要大叫叫日本的官員 去喝核廢水呢 這一招也挺高 一句KO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官員當然 不會夠膽在自己的核電廠附近 排出核廢水的地方 飲慾 因為中國大陸 排出來的核廢水 含有的輻射的含量 一定是遠遠高過福島 是很多倍 醫院 醫院 醫院跟你說做測驗 也許的測試是真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實根本也是等於穩定 因為 根本整件事 就是你炒作出來 你說有輻射的嘛 為甚麼又變成了民眾如果那麼恐慌 要走去醫院做測試呢 一定 測到很安全的 因為根本 日本排出來的核廢水根本 沒有高劑量的輻射 所以 除了 向民間搜刮財富 簡直就是做騙子之外 根本是沒有任何用途的 而中國大陸就是這樣的情況 之前 就是武漢肺業 就是大搞做核酸 做核酸根本跟防疫無關 但是相關的機構 就可以大發國難財 賺個盆滿撥滿 這就是中國大陸 另一個永遠都不想開放的原因 就是因為裏面有太多 既得利益者 是非常之容易煽動裏面的人的情緒 然後就變成自己可以 賺盡 可以發大財 所以中國大陸的騙局 其實你又可以說是萬變不離其中 理理虛虛 一定到最終跟國家政策有關係 全世界我相信真的可以 中國大陸夠膽是醫院開門診 就是跟你說是核輻射門診 他們真的 相當自由創意 不過 不過不是在讚他 專門是在 做騙徒的方面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